大家好 我們今次講到如何分享見證 如何分享不同的見證 為主耶穌作美好見證 我們知道末日快到 因為單是從疫情 我們看到很嚴重 我們從天氣的改變 氣候變暖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其實在十年二十年已經變得很困難 在印度巴基斯坦 它現在的熱度去到多少 也說49.2度 哇 又熱又乾旱 在很多地方 因為我在YouTube看到的 到底這個世界現在有多少地方熱死人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世界真的告訴我們 世界末期快到 也看到國際之間那種競爭 戰爭的機會是很高的 隨時會發生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在幾年之內 最多十年二十年之內 一定會有一些大的戰爭 這也是聖經所說的 第二印就是奪去太平 在世上奪去太平 就是說世界越來越多災難 是告訴我們 世界末期快到 而基督徒可以做的甚麼呢 就是 因為我們的德性是因為高揚的補血 以及我們所見證的道 我們見證是我們隨時生活都可以見證的 我也鼓勵大家開YouTube戶口 開Facebook戶口 就是用你的Gmail 你開了分享 無論你分享甚麼生活的東西 例如你自己選擇衣服 你怎樣煮東西吃 怎樣做家務 這些都可以分享 以後你可以分享一下 耶穌的恩典 你會發覺會有人看的 如果你越多人看的時候 你就會影響到更多人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學習 如何分享 還有操練 今天有機會給大家操練分享 分享可以怎樣呢 可以激勵人 激勵人的生命 傳福音 有些人有病 我們就透過神如何醫治我們 或者神醫治某些人 去激勵他信耶穌 或者建立他的靈命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一個靈命更生的基督徒 他發揮的作用 比一百個或者一千個 只信耶穌沒有行動的基督徒 更加有力 因為我們信耶穌之後 靈命改變是很重要的 而且可以令到人生命復興 和訓練他們都被神使用 剛才是Melody分享的時候 看到她很自然地好 很輕鬆的動作 表情、色音都是 稍後我會說到這件事 她有表現出來 非常之好 而我們的職責是什麼呢 就是去分享神的作為 除了傳福音之外 耶穌叫我們傳福音之外 但也有說到 見證神運我們所做的 馬虎福音五章十九節 有一個被鬼附的人去找耶穌 耶穌就跟他說什麼呢 他說 我們讀那裡說 他對他說 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 將主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樣連貌你 都告訴他們 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里 傳讓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眾人就都欺其 底加坡里是十個城市 很大的區域 而這個被鬼附的人 他就四處去 告訴別人 我以前被鬼附 現在我整個人改變了 就是耶穌的大能 我們其實 我們求主 真的叫我們能夠疫情過去 我們可以去東南亞宣教 我們就操練為人趕邪靈 可能大家 去到那時候 如果有機會你去 我就不趕你去趕 為什麼呢 讓你操練一下 如果我趕完 那你就 而牧師次只是他趕的 當你做過 你自己就有經驗 在香港也會有些人 是有邪靈 受邪靈核製的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找我 我跟他祈禱 看到邪靈的彰顯 他們的改變 如果你有人有心 我可以打電話給你 你有沒有空來 那就一起去趕 或者你先為他祈禱 所以這裡就是這個 被鬼附的人 他的見證 就叫很多人欺其 中間也應該是有 相多人信耶穌 我們分享了神 也叫人更加愛主 這個核子立刻看見了 就跟隨耶穌 一路歸榮耀與神 眾人看見這時也讚美神 就是他告訴別人 他本來生了核眼 但耶穌將他醫好了 眾人看見也都讚美神了 所以這個就是見證 去榮耀神 更新人的生命 我很鼓勵大家 當我們分享的時候 不要只是說發生什麼事 說說神的屬性 或者他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屬性和本性 恩典是不同的 屬性就是他的本性 這裡我講到 神的愛 他接納人 他的智慧 能力 起落 這是他的本質 然後恩典是甚麼呢 是他為我們做的 譬如他改變我們 拯救我們 他跟我們說話 他帶領我們 他怎樣在我們心中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叫我們悔改 賜給我們動力去傳福音 賜給我們各樣的風性恩典 讓我們有機會向更多人傳福音 然後賞賜我們 這些就是恩典 為我們預備天堂 這些是恩典 就是為我們做的就是恩典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用回Melody 這才是我的例子 那裡面有甚麼屬性和恩典呢 神的屬性 他有說到是甚麼呢 很明顯地說的 他的見證說到甚麼呢 耶穌在做甚麼呢 耶穌在笑 很開心 耶穌也接納他 令他開心 所以這裡包含了幾件事 就是神是喜樂的神 我們不好的觀念 以為神就是 好像一個嚴肅的法官 坐著看著你 聖經有說 他是一個嚴肅的法官 不過也有說到 他是一個很慈愛的天父 是和我們是朋友 是愛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從那裡知道 耶穌是興省的 我心裡柔和謙卑 是輕輕鬆鬆的 這就是祂的屬性 還有其他屬性 就是祂是 祂是喜樂的 興省的 接納人 祂會見到人 無論人怎樣 他會接納 祂會想滿足人的需要 就是Melody想玩 祂就會和祂玩 有些人說 那與耶穌玩有什麼好處呢 他後來也有說 變成祂更加容易親近神 覺得親近神是一件開心的事 我親近神是覺得是開心的事 是很輕散的 我想分享一個 我以前看過的一篇文章 有人說到祂親近神 祂認識一個熟靈很強的人 他就躲起來看看祂如何親近神 他就在祂的房間裡躲起來 真的看到這個熟靈的人 就在看聖經和祈禱 然後最後他就說 爸爸 他覺得很好 我看到我也覺得好 不過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是開始就爸爸呢 為什麼要靈修原先的爸爸呢 就是說他覺得 他不是能夠即時去到神那裡 深信祂的本質 即是我們什麼時候都是這麼深信 那時候我們什麼時候都得力 什麼時候都說 耶穌現在很歡喜 祂看到我就笑了 祂是很喜歡我的 我一親近祂就喜歡了 這些就是我們認識祂的本性 以及認識祂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什麼 祂會叫人開心 祂會叫Melody開心 也祂詩恩給祂 讓祂可以去到見到耶穌 這是禮物來的 這是一個禮物 我們也求主使用祂 祂祝福祂自己 祂祝福我們的群體 祂祝福香港 祂祝福不同的地方得著復興 就是我們看到神做的工作 我們就歡喜了 神也可以賜給祂不同的恩賜 這些就是神的禮物 然後細心思想神背後的屬性 從上面一樣 就是說我們經歷神的作為 都是來自祂的屬性 然後我們想想神如何幫助我們 而每一樣幫助我們 背後都有一個屬性 譬如說 神給我們智慧去處理人的問題 那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給我們智慧去處理人的問題 那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給我們做的嗎 神給我們智慧去處理人的問題 那祂的屬性是什麼 智慧 神給我們喜樂 祂的屬性是什麼 喜樂 神接納我們 那神的屬性是什麼 是接納人的 祂的本質 是接納人的 神是 體重人 體重我們每一個 那神的本質是什麼 很體重 他的心中觉得人人都是宝贵的 甚至麻雀都宝贵 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看重麻雀 麻雀都照顾 所以这些就是由他的恩典 看到他背后的属性 正如我们看到人 这个人经常帮人 他有什么本性 就是帮助人 爱人的本性 我们分清就是本性 属性就是他的本质 然后他的行动就是恩典 他会去帮人 他会关心人 接纳人 而他的本质 就是他有这种爱人的心 有这种怜悯的心 这个就是他的本质 所以我们分享的时候 都尽量去讲一下 神的属性和恩典 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为什么我对神这么有信心呢 是因为我明白他的属性是多好 我经常都看圣经 神在我们前后还原 我按手在我身上 我就是神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而且他是至高的 人在他的眼中是很卑微的 第二就是很多罪的 人根本是很多罪 我们怎样好都是很多罪 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有罪 而他放下我们 当我们信靠耶稣 他赦免我们之后 他能够和我们有亲密关系 这个本质是什么呢 他是看重人 欢喜人 他会有这个心去陪伴人的 这个就是他的本质 如果他行动 就是他真的来陪伴我们 所以我们有经历医治的 神的本质是什么 他是医治 医治是行动 他本质是健康的 而且他有能力伺健康的 他有能力 他是生命的来源 所以他能够伺生命和健康 这个就是神的本质 当我们这样认识的时候 我本身因为我 经常都想到神的本质 他那个十二年血流苦人 他跟他说 苦人 女儿放心 你的信旧料理 就看到他接纳 他好像接纳一个女儿 放心 就是他关心人的感受 他有这种本质 他知道我们的感受 他会关心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分享的时候 不要只是说 那次我有什么事 本来差不多 我的车遇到我 不如那一刻 神就提醒我 我于是就没有遇到 感谢主 我现在更健康 荣誉归给主 说了他的经历 但是背后神的属性 和他的恩典 都说 让人明白神的尾线 就会喜欢神 欢喜神 因为人认识神 就会喜欢神 欢喜神 还有得力 有信心 其实有信心是很重要的 信心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信 信得很强 是我认识神的本质 是什么 我信得过他 我放心 我从圣经认识神的本质 比如说 有个人说 他差不多遇到 被车遇到 后来神就提他 然后他立刻缩开 没有遇到 那神有什么本质 看顾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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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顾其实是行动 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 他知道的 你遇到危险 他知道的 他是会关心我们的 他有这个关心的本质 关心本身又是本质 又是行动 他会关心我们 他就会不想我们受到灾难 然后他在那时候 他就有这个能力 即时去跟我们沟通 他也有这个智慧去教导我们 因为这件事 就会教导我们 懂得数算恩典 你得到平安 你没有撞到车 是神的恩典 这个神的智慧去教导我们 他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他能够即时跟我们讲话 他即时向我们沟通 叫我们不要走出去 立即阻止我们有一个意外 这就是我们讲的时候 有些人说 我怎么知道神这么做 既然你会听到声音 就是神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所以由这里 我们可以推论知道 神是知道的 还有神立即出手 在适当的时候 不是等了一秒 一秒之后已经太迟了 即时去做 这个就是神的本质 大家如果越认识神的本质 你越喜欢神的 我就经常都认识神的本质 我看了圣经 我就经常都触实 我就根据圣经所说的 形容神的本质 我就很信任祂 所以我大灾难都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神会照顾 和圣经讲到 到时那些基督徒 他们得胜是因为 高阳的血和所见证的度 所以到时 神会保守基督徒 不会 一声就饿死了 因为当时那些不信的人 他要拜受和受受印记 那些基督徒 如果不拜受 就立即饿死了 所以神一定会照顾的 这个就是我信得过他 我不会觉得 神不理我们 好了 譬如这样 这是我的例子 当我们说到信主的经历 那可以说神的本质有什么 以及祂的恩典 这里我将本质和恩典放在一起 祂有拯救的心 这个是属于本质还是恩典 本质 祂本质的耐性 就是神有这个拯救人的心 祂会爱人 祂会照顾人 这个就是恩典 祂会爱我们 照顾我们 祂是全知的 这个是本质还是恩典 本质 祂有这个能力知道的 祂知道你需要什么 所以神就知道我是科学头脑的 神就找了一个人 中微五后来我真的找到他 祂是懂得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不会回答 神有什么证据 怎么知道 祂真的回答我很简单 很简单 就说到牛顿 牛顿就说到这个世界这么有秩序 是有一个神设计的 而他的朋友就说不是 有一次牛顿做了一个仪器 有九大行星围着太阳 那朋友就问他是谁做的 他说没有人做的 自己变出来 然后牛顿就说 那个朋友就说没有可能的 牛顿就说 你看到这个仪器一定是有人做的 为什么整个宇宙一定是自己变出来呢 他就用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告诉我 我听完之后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否有神 我很想找到一个答案 所以神知道我是体重证据的 神就找一个适合的人和我说了 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的 尤其主要是英文 很多关于神的预言、证据 科学的证据 很多科学的证据 有很多身体的构造 我们人的构造 细菌的构造 有些细菌的构造 是没有可能进化出来的 由这些证明神真的是设计 这是全知 他知道这个人的内心和需要 奇妙计划 奇妙计划是恩典还是属性 两样都是 属性其实是他有计划的能力 即是那种本质 他有计划的能力 他又能够实行出来 那个恩典是什么呢 他为我们预备奇妙计划 预备奇妙计划就是 他预备不同的人向你传福音救你 大家有没有想起 向你传福音的人 是否能够帮到你信耶稣 即是他可能神透过不同的人 而这些人就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帮到我们信耶稣 我自己想起来很奇妙的一件事 那时候虽然这个人跟我谈完 他又没有叫我去教会 他没有叫我去 然后后来 就有同学带我去报道会 我还举手信耶稣 但这些同学没有一个跟进 没有一个说 你想回哪个教会 没有人跟我说 神亲自做事 为什么做事呢 我住在跑马地 如果大家认识香港的电车路线 一条直行的 然后跑马地就捐进去 我住在跑马地 有一次我就在巴士上见到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呢 上过巴士我就很奇怪了 你去跑马地干什么呢 他说我回教会 那我就在想 那时候我已经听过神的证据 有一个咸售课程教我 关于认识罪、悔改、信耶稣等 但从来没有人叫我回教堂 那这个同学就说 我去跑马地去教会 那我就想 好不可以去看看 其实这个意念是神给我的 这个就是神能够感动人 去看看好不好 那我就问他 我可不可以去啊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是问他好不好去 他说好啊 那之后我没有见过他 回去教会 那后来我现在 我们聚集了 那些同学聚集了 我跟他说 他现在没有信耶稣 其实他那时候 我跟他传过呼叹 但是他不肯相信 就是神也使用了一个不信者 他那时候又回到团契 之后我真的没有见过他一次回去 那一次他回去 然后我就回去 那些人就欢迎我 我说我想知道有神的证据 他们都有尝试帮助我 这个就是神会使用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 这个就是奇妙计划 大家有没有想到 神安排过什么人来帮你 这个人有什么性格 他有什么方法 这个都是神的计划 就是他有计划的能力 然后他计划这个人来帮你 然后更新的能力 更新能力是神的本性 因为是恩典 更新的能力 能力是本性 他更新你呢 是恩典 就是他做在你身上的恩典 他本身有这种能力 或者本性 这个是他本质 神就有更新的能力 他就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 当我一信主 我是很明显改变的 我立刻很想告诉别人 即时我以前 我小时候是有口吃的问题 我讲话很多时候 就会讲一句 不讲下去 那时候开始是流利很多 这个就是神当时更新我 刺给我这个动力 我向很多人传呼喊 我的同学 我家人 我家人叫我不要传 不要讲 但我又内章又讲一次 我现在看到他们更加讲 他们现在都没有叫我停止 这个就是神更新我的能力 接立性是恩典还是能力 能力 能力 就是神 对不起 是恩典还是本质 一个接立性 一个接立 接立性是什么 本质 接立呢 恩典 即是他会接立我们 他有接立性的属性 虽然我们抗拒他 神仍然接立 其实很多人 未信耶稣 是抗拒耶稣的 其实我在我之前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年参加教会 那时候住在粉岭 因为家人 离婚的缘故 就放了我去新界那里 和我弟弟 要找学校 只有两家学校 一家是天主教 一家是基督教 那我就以为 天主当然大一点 去天主教 他说满了人 于是去基督教学校 基督教学校的时候 我真的不记得他说 你信耶稣清楚 你能不能得救 你能不能去天堂 我不记得有这个印象 我在中学的时期 有一个意念 宗教都是哄人的 不是真的 但是呢 在 Form 6 的时候 就看一本科学的书 那个同学介绍 我买这本额外的书 那个前言 我平时是不看前言的 但是这次我看 那个科学家就说 这个世界很有秩序 是有神设计 我真的很奇怪 为何科学书会讲神设计的呢 这个就是神使用这件事 虽然我那时候是不信耶稣 我觉得这些是哄人的 但是当时我 神就改变我 这个就是神对我的接立性 还有他用了适当的方法去帮我 于是我就 那时候开始我就想找神 就是想知道是否神是真的 而后来就是余典的老师 好了 耐性 耐性是属性还是恩典 属性 因为他本身的耐性 他忍耐我们呢 恩典 大家分不分到 我希望大家个个都记得 就是他的本质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本质 和他为我们做什么 那我们就越欢喜神了 耐性 跟着呢 恩典 神很耐性 逐步带领我们信耶稣 有些人真的经过很多步骤才信耶稣 有些人信耶稣 神用很多步骤帮他提升 这个就是 所以当我们信主的经历 不是每一个人同样的 你经历到什么都好 你就想回神有什么本质 祂做了些什么 稍后我们试一下操练一下 去分辨一下 去分辨一下 想一下 我再说回Melody的情况 那个见证 我将他分析 他看到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是 他喜欢亲近人 这个就是他本质 他喜欢亲近人 他是轻散的 这个本质 他喜欢亲近人 于是他就亲近Melody 他有这个轻散的心 所以他令Melody 开心、轻松 他有教导的能力 所以他教导Melody 亲近神可以很轻散的 这些就是说 在里面找出神的本性 我们就自己去思想 所以我们分享的时候 不要不停地分享 而是我怎样能够分享得更加好 不移动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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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都去反思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见证神的作为 每次都去思考 有什么地方见证神的作为 让我们可以 可以 你帮我转 帮我转 帮我转 好的 好了 譬如神建立我的灵命 我本来不是那么爱主的 翻转了 一张 好了 神建立我的灵命 有什么神的本质 和他的恩典 牧养的圣情 这个是本质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本质 然后他牧养我们 逐步成长 他就会帮我们 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 如何成长 一步步成长 譬如 神如何教我们 不要说谈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神教我们 如何不要生气 要酸 神教我们如何愿意奉献 愿意传福 这些全部都是神 神有这个本质 然后他懂得教我们 然后他有能力去教我们 那就奇妙计划 他就计划如何去帮我们的灵命 接立 就是我们 虽然我们灵命不好 但是神也接立我们 提升我们 更新的能力 这些左边是类似的 有时类似 有时不是类似 更新的能力 他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灵命 有些人 譬如有些很出名的见证 其中香港会听过Teddy哥 他本来是毒贩 他说最赚钱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赌球 但是他居然信耶稣 但其实过程也说神很有耐性 为什么呢 因为神用不同的方法对付他 譬如他的赌档 本来有时有赢有输 他荡荡都输 全部都输 令到他要对神 即是真的要在神面前降伏 神又逐步提升他 他是见到人都经常说见证 这是他的更新 更新能力是什么 是神的本性还是恩典 本性 然后他更新他 提升他的灵命 整天都作见证 智慧 神有智慧 用什么方法去更新他的灵命 然后博爱 就是说神会透过我们去帮助更多人 当我们全心感激神 我们就会因为欢喜 兴奋欢喜 就是说当我们见证的时候 我们说神这么好 我就真的去荣耀神 去作见证 讲美好的见证 因为我现在看到时间 已经差不多够钟 我就不讲下去 我只是讲一点点 一点点讲到presentation那方面 就是讲的时候 讲的时候大家留意 就是声音不要同样的 一样的速度的声音 用不同的方法 有快又慢 有大声又小声 重点字 其实大家记得重点字 什么是重点字 就是说 本来我坐在跑马地 车不会进去 跑马地 重点字 车不会进去 为什么同学会进去跑马地 你发觉 我就将重点的字 讲出来 就不会说 车不会进跑马地 他为什么进去跑马地 就是没有表情 就会说出 为什么 这个重点字 为什么他会进去跑马地 我想问他为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用的重点字 还有身体的情感很重要 分享的时候有情感 或者有兴奋感 有兴奋感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神这么大恩恋 真的用不同的方法 用这本科学的书 然后用同学带我去报道会 用这个老师 又后来用这个同学 一个不信耶稣的同学 他去团契 可能有人邀请他去 于是就带我去教堂 神都是做很多这些东西 于是我心里面就充满感激 所以我们分享的时候都充满感激 声音是有兴奋 身体动作 很重要就是这样 大家留意我的身体动作 身体动作就是由脚发出 由腰发出 由下面发出 就不是你要爱耶稣 听耶稣话 感谢耶稣 那你就好像是一种 好像是一种加上的动作 但如果说 谢谢耶稣 你会感觉是由身体发出的 这样是自然很多的 即我们将来有机会 希望我们更多人有机会 去作见证和讲道 最少的动作来看 留意我的动作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这脚少少动 头又动 就会将感情表达出来 即是说这个动作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 不是一个做出来的动作 是一个从心底处发出 于是就由脚发出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练一下 对镜练一下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有些动作由脚发出 是自然很多的 声音也是自然流露 那这些 presentation 都是会帮大家 去作见证的时候 是更加自然的 当然 你和一个人聊天 你就不要上台 这么大动作 但是也不要没有动作 就是不要说 耶稣帮我那次真的好了 那就没有动作 小小 耶稣真的很好 不要只好 对不对 你丫头 不要只一个头 耶稣真的很好 不要只丫头 是由脚发出 多谢耶稣 耶稣真的好 你就算坐在那里 耶稣真的好 都是由下面发出的 那你就会自然 但是这样坐在那里 耶稣真的很好 是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 譬如去读神学的时候 就搞了这个动作 还没那么自然的时候 他讲到的时候 只是手动 头动 那种感觉 是不是那么自然的 但是如果当他很自然地 动的时候 你就觉得 是传递他的感情 声音除了有快又慢 还有一个停顿 停顿有什么用呢 那一次 真的很奇妙 没有理由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在巴士 看到同学呢 就是在中间 句子停顿一下 让人去吸收一下 我们所说的 还有停顿有时 就是显示那件事 是重要的 让人去留意 希望大家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深信 我们作见证是美好的 由最简单的见证 到最奇妙的见证 有时候很少的见证 就学到 比如有一次可能被人骂 骂完 看会到 原来被人骂那么辛苦 所以我以后都不要骂人 神都可以这样教我们 这个也是一个见证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赐给我们这个 作见证的心 勇敢为耶稣 见证神的爱 好吗 一起我们起床 请我们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 充满恩典的神 充满怜悯的神 神你的众先知 不断宣讲神的话语 让人知道神的尾线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也是见证神的尾线 神所拯救的儿女 都在不同的世代作美好见证 求主帮助我们继承这个见证 将神的话语传出去 将神的作为传出去 让人看到神奇妙的工作 正如我们圣经看到 这些被鬼附的人作见证 我们看到其他人 他们见到神职的 他们作见证 我们也看到保罗 他曾经是敌党基督的 但当他见到耶稣之后 他也作见证耶稣如何拯救他 求主帮助我们 时时分享神的作为 荣耀神 不只是说的事件 而是说神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求主使用我们 多谢天父 兴起我们 努力踏出去 不惧怕 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世代 使用现在的传媒 或者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都去传福音 去作见证 就神可以使用我们 多谢天父 祝福福音 祝福福音 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